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话说四年前呢 荣佛巴西古当金金河曾经就爆发 那个被无良业者啊 到那个有毒废料进去河中的这个事件 是引起巨国轰动的 虽然政府呢有对肇事者采取行动 但是过去几年呢 新山地区还是时不时呢 会传出这个河流被污染的事件 话说上个星期呢 新山 茂奥斯汀花园 弗林园等等 三个住宅区 就因为周围的斑蓝河受到污染 然后在社区内呢就开始飘散 飘散一些刺鼻的化学异味 氨气浓度呢也一度超标 所以引起了关注 这起事件呢都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 今天又有消息传出来 说新山呢接连有好几个地区呢都出现了 这个民众啊嗅到难闻的化学气味这样的事情 就搞到有的学校呢紧急停止课外活动 有的国小呢是下午直接停课了 那先来看第一个发现 社区里飘出难闻化学异味的 是新山市古来超过12个住宅区 报道形容市古来地区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 就出现浓烈的化学异味 有军民说他们嗅到难闻的味道后 直接被臭醒 起初怀疑是不是家里的煤气泄漏或是电线短路 却找不到臭味的来源 但又是臭到睡不下去了 那后来还有居民说他们开始有呕吐 喉咙痛头痛症状 甚至还有居民拍到他们在住家范围看到 有乌鸦在飞到他们家停留后 就再也没有办法飞起来 甚至还倒地不起 那居民担心乌鸦看起来好像是中毒了一样 让他们对那些难闻的气味更加害怕 真的越说让人越担忧了 连乌鸦都倒在那了 那人类怎么办 那针对住宅区弥漫化学异味这件事呢 事故来周议员玛丽娜今天就说 这个柔佛消证局接到了投报了 已经派人前往这个民众投诉的住宅区呢 去做检查 同时呢出动无人机寻找这个气味的来源 可以看到呢这名周议员 他在巡视的时候也戴着了口罩 大家可以想象啊 那边的难闻气味有多重 所以呢这个周议员就呼吁那些受影响的居民 如果你闻到有这些化学异味 要马上向当局投报 让执法当局呢 鉴定空气污染影响的范围 同时调查是不是又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这些人士 把化学废料倒入河中了 那刚刚提到的只是今天凌晨开始发生在新山事故来地区的情况 后来同样在新山区 地步老周边也传出有人非法丢弃化学废料 导致地步老和周边社区的居民也闻到刺鼻的化学异味 那地步老国会议员潘伟斯拍影片揭露 异味开始飘散后 当地有一所国小的学生虽然已经佩戴口罩上课 但还是有学生出现喉咙干燥 恶心呼吸困难的症状 必须要出动医护人员来为学校的学生治疗 后来情况更严重到校方宣布下午停课 请家长先把孩子带回家 那随着新山各地接连传出化学异味 而且有扩散的趋势 教育部长法利娜呢今天告诉大家 教育部将会时时刻刻关注受污染地区附近学校的情况 同时也会听取卫生部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建议 然后会决定是不是要关闭学校 或者限制学生们进行课外活动 法利娜强调教育部将会确保老师跟学生的安全 确保学校遵守污染处理问题指南 文字幕作曲 文字幕提供